老人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四方扎老江香酒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微码了解一下 我们伤身就不伤身哦 欢迎选购 唐云 其实在 不久前上半年有一篇文章 我觉得有时候偶然看到 觉得很有意思 唐云知道了 大家很出名的一位作家 当然也是在微信微博都被干掉了 那么现在 偶尔会发表一些政治作鉴 唐云呢是看到了一则新闻说 四川卢州的警方 抓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这老人干嘛呢 嫖娼 卖淫的性工作者 也已经五十七岁了 嫖资呢也不贵 二十五块人民币 唐云发现舆论对这个事情的攻击炒作 当一论老是说这么老的人在嫖娼 简直是丢进了脸面的时候 唐云说他感到很恐惧 他恐惧的当然不是这件事本身 这个事本身也不像新闻所描述的那么简单 二十五块钱人民币的交易 五十七岁的卖淫尼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间 但凡有点出路 谁会为二十五块钱的人民币去做如此下贱的交易呢 二十五十七岁 应该已经必经了 那个生产工具应该是干涸很久 为什么 他说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从什么高度去评价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人 唐云说 因为我 自己也可能随时变成这个样子 他讲起了重庆的往事 很早以前重庆有所谓的棒棒鸡 棒棒鸡的存在 就是那么专门解决棒鸡的生理需求 第一级的卖淫尼 主要在重庆的观音桥一带 很环荣有时候 当时他说 他们这个 有一个同事叫蔡大哥 带着唐云去进行一个简单的社会调查 在某个傍往静悄悄去看了一次 这些棒棒鸡主要是在嘉林广场步行街 那些树下或某个拐角地方聚集 聚集的人数应该不少 穿着廉价的地摊衣服 有时候稍微打扮一下 嘴上磨了口红 但大多数年纪比较大 也不够精致 傍晚黄昏的时候 看上去很吓人 如果不是熟门熟路 慧眼诗人 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观察了一阵子 是有棒棒模样的人 去使用交易 去搭讪 有成功的交易 大家问一下价格怎么样 很便宜 便宜到你无法想象 十块钱就搞定 一个棒棒 在重庆 谋生业务比较好 一天也不过几十块钱 你说这些棒棒军 他们能付多少 这位唐云就觉得 如果我是个棒棒 一天挣了几十块 还要负责养活一家老小 我会愿意付此 支付十块钱吗 他又想 如果我是一个女人 我会因为什么 而愿意为了挣十块钱 而去忍受一个陌生男人 的流令 但他想想 我们都是毫无出路 也没有未来的低贱者 远离家乡讨生活 以血汗来换取虎口的食物 这种苟且和虚微 苟且和虚无 又有什么尊严和羞耻 谈什么值得不值得呢 他有点愤懑 我还在走独采访过 重庆的棒棒军 我跟他们一起推的小板车 走了在高速公路上 我竟然冒险走了几十五六公里的地方 去搬运那些家具 去体验 唐云说 他看了一个朋友写的文章 我希望能有尊严的老趣 他讲了很多关于尊严 健康的养老问题 他认为这讲了有点高深 唐云说 设身主地有一天 我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都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所有的基本需求 都是奢侈的时候 我会不也带着 最后的二十五块钱 去找一个安慰呢 年轻的时候 我们太亏在自己了 年老的时候 可不可以没脸没皮的 去嫖一嫖呢 我揣着二十五块钱 寻找二十五块钱 那买下来的安慰 可以吗 另一方面 一个五十七岁的大妹子 或者因为家里已经截不开锅 或者为了给握病的 在床的老头子 抓一副中药 刚刚就差二十五块钱 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个新闻 这是不是缘分 也不叫天意 在这片国土上 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人 成敦成敦的贪污 数以亿万计的钞票的没变 我们都是被生活的鞭子 抽打了这么的相遇 这相遇非常难得 唐云说 我愿意为他付出这二十五块钱 他愿意为这个身体 付出身体得到二十五块钱 我们都叫堕落了吗 我们的脸都丢尽了吗 我们那个小弟弟 还有鼓起的余虑 但我们早就没有尊严 被驱赶 被监视 被压制 被屏蔽 在这个生活环境之下 我们照顾一下 我们的老二 还需要什么脸面 他说 奇怪就奇怪 我们这个族群 我花二十五块钱 算嫖娼 有的人花二十五块钱 叫包养 能够花两百五十万 或者两千五百万的人 叫宠幸 叫妻妾成群 这些价马身棍 看来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花二十五块钱 叫打公仔 叫招老头 花二十五万的 叫企业家 叫老板 而能够宠幸姿态 凌驾所有女人的 那只能是领导 或者别的大人物 这已经是民间社会 很久很久以来的共识了 有大人物 比如说 就是这里面的杰出代表 他们被挂了 就算是奈小民 大概也只能刚刚进入排行榜 比他更牛的人 大有人在此 是我们的不得而知罢了 当然也有很厉害的大人物 他们垂垂老矣 但人老心不老 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 把某个年轻女子收入堂下 以爱情作为标榜 比如说某个科学家就是这样 近来某个大画家也是这样 所以 以枯高 枯高之身 霸占 妙龄的动体 你不能认为这是爱情 不过是交易的另外一种形式 是由几百几千几万个 25块钱支撑起来的大的交易 但这个交易 明显具有巨大的反人类的行李 他引用了一个瓦西列夫的 一本书叫《情爱论》 《情爱论》说 一切爱情都起源于性 看看这交易里面 除了他们金钱的数量 显得很硬之外 其他都是软的 何来性 他们标榜的爱情 其实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欺骗而已 我们大多数人 当然没有这么硬的金钱数字 也就没有这个硬的身份 作为一个陷落的学者 而不是著名的书法家 我们也不可能有像 那些大画家那样的爱情 寻重而至 我们只能在晚年 常备25块钱的兜里 走走看看 能不能有机会 为哪一个大妹子 支付他需要的药钱 唐颖说 这样的志向很危险 除了错犯法律 还可能丢进两面 又谁愿意一直靠自己的手 解决你的性需求呢 唐颖说 我现在已经不再忧国忧民 因为国有国 民有民气 不需要我们这些 生斗小民间的关心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我晚年的生活 确切地说 就是我们晚年的性生活 不知道我们荧幕前的朋友们 你们呢 等到那时候 我们只剩下25块钱 是先去买一个饭盒 还是先解决你呢 所剩无几的性需求呢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穿过日用1 guaranteed 锁 蛋 gast 碗 崩 profits 爆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